欢迎收看今天全民大觉醒的单元 现场邀请到来宾是资深分析师 林幸福 幸福武安 主持人 各位官方 大家好 我们先来扫描今天五盘盘面上热门的量大指标股 从上市成交值排行来看 今天的量大股包含了国具华兴科 另外台积电大力光今天也是续工的 上海商营获得了MSCI的纳入间带量创高 红海在今天也展开了反弹的气势 那我们先来看到国具的认购权证 目前成交金额最大的是国具元富 华兴科的认购权证 成交金额最大的是华兴科富邦 台积电的认购权证 成交金额最大是台积电国票 大力光认购权证 成交金额最大是大力光元富 还有红海认购权证 目前成交金额最大的是红海元大 好请教幸福先从指数的部分来做解读 因为昨天台股新春开红盘 外资是一口气就买超了大盘130亿之多 不过外资昨天在新台币会市 也有点玩两手策略 早盘先扁 但是在下半场再汇入资金 所以目前看到台币在今天早盘 也是有点呈现小扁值的态势 可是指数却还是金金涨 这外资是不是有一点提前压保MSCI调升台股权重的味道呢 因为今天早上MSCI最新公布出来的结果 台股的权重不管是在全球市场指数 亚洲除日本指数 还是全球星星市场指数 三档的三个的指数权重 全部都是往上升了 这是2017年第四季以来 三大指数看到同步的调升 出现了第一次同步调升的情况 那这个最新的权重调整结果呢 会在3月4号开盘的时候呢 正式生效 所以是不是可以就此来研判 以目前这两天外资偏多的心态 还有MSCI季度调整的结果来看 可以用这指数型的认购权证 来压保未来的行情呢 我想这个新春开红盘以来 这两天大盘大概涨了170 80点 封关的时候大概在9900 那目前指数的位置呢 大概在1080点 两天大概涨了180左右 那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MSCI 因为它每个季度 2581都会针对 这个台股的一个权重 或者说个别的一个股票的部分呢 来做一些调整 那这一次呢 台股呢获得了这个MSCI的一个调升 那当然生效日是3月4号 不过我想从今天消息一公布开始 那这个外资呢 就会开始必须要去买到 它应该比重 应该要有的部位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 像是一个股票投资 可以说是全球型的 那当然你也不可能说 一个美国或欧洲的基金经营 如果他要投台股的话 他可能飞到台湾来 这个从台北一路拜访到 这个台南高雄不可能 所以其实他们的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呢 看MSCI呢 配重在这个市场有多少的比重 然后呢下去买 这个相关代表指数的全支股 比如说像台积电啊 鸿海啊这些股票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今天普遍好像 洪家军的股票都还蛮强的 除了像这个2317的 这个洪海之外 今天呢表现不错 另外呢像是做这个网通的 像3062的这个建汉 另外呢 中小型股的部分 还有包括像3413的这个金顶 这个呢 其实也都是 属于泛洪海集团 这个股价的一个表现也慢慢 因为其实你看很多股票 洪海集团去年 除了从年头跌到年尾之外 很多的其实都没有跟上 去年大盘的行情 所以我想呢 这个调升对台股来说 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利多的消息 那也因为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大盘呢 昨天呢外资一口气 敲了这个现货 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敲了130亿 我们来看一下 指数的部分 从10月份 遇到这个股灾 杀到了这个最低呢 大概9400 9500 后面呢 大概中间盘整了两三个月 然后呢有短破前低来 1月初的时候最低跌到9319 但是呢 慢慢的你看哦 从10月份下跌以来 这个加权指数已经慢慢的回升到季线以上 那当然 如果说呢 搭配这个MSI调升权重这样子的一个利多讯息的话 有机会呢 来挑战这个半年线 目前大概在10131 还有呢 上次这个11月底12月初 大概也是在11000点以上的高点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边来看的话 相关的 这个指数型的权证 其实也可以我们来做一个观察 比如说呢 今天跟大家报告是由原副所发行的 031949这一档 大盘加权指数的一个认购权证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条件什么设计的 那它的旅约价呢 是在9700点 那当然以目前台股又重新站回万点以上来看的话 它目前是呈现价内的一个情况 那发行量是5000张 目前在外流通比例大概是接近3% 2.9个percent 所以以这一波来看的话 虽然说目前市场上 这个还有蛮多的变数 包括像中美协商的一个进展 甚至包括像英国脱欧等等 但是呢 就目前市场的氛围 还有呢 在睽違了一年多之后 这个台股呢 这一次呢 特别是权重获得了一个调升 我觉得刚好现在台股的位阶 这些又是从高点回来 再相对一个比较低档的位置 所以 外资呢 这段时间呢 到3月4号 之前生效为止 会采取一些被动的回补 那当然这个对于全职股 是有蛮大的帮助 就我刚刚前面讲的 他们就是按比例 然后呢 去买跟全职 指数相关型的这个 一些个股 当然 这些台积电鸿海 或者说像金融股 富邦金 国泰金 这些如果被外资买上去的话 当然指数也会跟着 网上做一个垫高的动作 那另外在个股的部分 当然 这两天呢 涨了大概170 180 但是个股的一个 走势还是差異性非常大 像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 这个 2409有达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第四季的财报公布 本业是转 转亏的 有盈转亏 你可以发现 今天呢 又再度的短线又破底了 今天早盘大概 最低的时候跌得怪5% 也就是说两天呢 他大概跌了10% 昨天大概也跌5-6% 今天又跌了3-4% 两天跌了10% 那 我昨天其实大概晚上9点10点 我稍微看一下融资 昨天融资又是再度大增 那 这比较可惜 可能这些昨天 用融资买有达人是 没有收看我们这个股动前朝的节目 因为 昨天我听大家 这个要用认售来做避险 可是昨天融资还是大增 大家都想说 打大盘再涨 刚好今天这个没涨 来捡个便宜 没想到 本来想抢个袜子 却抢到什么 本来想抢个帽子 却抢到袜子 抢到臭袜子 所以其实 我们都会提醒大家 不管是有获利的机会 还是有风险 那当然 我看昨天聊天室有人说 这个低档报大量 想捡个便宜 撈撈底 可是 这个我觉得还是先不要 因为毕竟 这个面板的报价最快 根据研调机构说 今年第二季可能 会 报价会上来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第一季本来就是淡季 那去年第四季都赔钱 今年有拿第一季 我想赚钱的机会 也满低的 所以 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等到他第一季 财报公布出来 只好四月五月 你再回头来看这个面板的股票 可能那个时候 我觉得机会点赚比较好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 想抢个帽子 却抢到臭袜子 那昨天一样跟大家报告 这个生技股 今天其实还是还蛮强的 昨天跟大家报告 这个4107的邦特 虽然它不是一档很标的股票 现在又拉起来 又短创新高了 那当然了 你说它每天都涨个两块一块 慢慢涨慢慢涨 其实也到 吐到今天盘中又创新高 所以 其实有时候做股票 你真的不要急 但也不要说 明明天上掉下来的刀子 像友达你要去捡它 真的挑好股票才是重点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今天 今天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一开盘的时候 被动元件是非常的强势 主要是因为 日本的 因为日本比我们早一个中头开盘 那相关的 包括像太阳诱电 包括像Murata 这个春田制作所 这个被动元件 全球的大厂 其实你看 今天早上8点一开盘的时候 股价都表现非常强势 所以为什么今天被动元件 早上9点还没开盘之前 试戳的时候 股价 就都是 还蛮强的 就是被日本的 这个被动元件大厂所带动 那当然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整理之后 你可以发现 在低档区 当然你说今年要复制 今年被动元件要复制 去年那种五成一倍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呢 基本上它还是会跟着全球这些 特别是日本的大厂 来做一个股价的联动 所以今天跟大家报告一档 这个被动元件里面 股价形态 整理的比较久的是 这个3026的和申堂 和申堂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之前呢 当然大盘在跌 一月初的时候 它最低也跌破百元的挂关 来到98.4 可是你可以发现 后来它大概就是在100到110 这边呢 横盘整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呢 外资 这边是外资的持股 你可以发现 外资的持股呢 近期又回到了上一波的高点 那这边下面的是大户的持股 也是呢 连续两三个礼拜 这个大户的持股 都有开始呢 去做一个低档的回补 所以这样的情况 告诉我们 就是说 从目前盘面上的结构来看的话 特别是 这一次过年休假期间 费半是大涨的 涨最多涨了5%多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呢 从昨天 这个开放盘第一天以来 很多的电子股 它也开始去在做轮动 昨天是由半导体来做领军 那今天看得出来呢 包括像涨价的概念股 不管是被动 甚至包括像矽晶圆 成为今天的电子股 盘面上的一个人气指标 那相关的这个 合成堂的这个权证 今天跟大家报告一档 是由兆峰所发行的 033320这一档 这个相关的认购权证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条件 它的履月价大概在108 以昨天收盘价是呈现 价内大概7.8 那今天涨上来 大概是慢慢往价评来靠近 发行量是1万张 那虽然大家看到 在外流通比率比较低 但是如果说 大家去看这个 赵峰这一档 全震的这个 每一档的报价的话 其实它挂价的状况 都还是OK 所以有时候 虽然它可能成交量 稍微比较小一点 但是没关系 你要观察造势者 就是发行券商 如果它每一档 不管是买价或卖价 每一档的这个挂单的情况 都至少有百张以上的状况的话 其实相关的全震的话 也是可以去做留意的 好 分享一些幸福的分析跟建议 也提醒观众朋友 全震是高杠杆的投资商品 有机会在短期间 获得极高报酬 或是蒙售权利金的损失 购买之前 请先了解相关风险 享誉公开说明书 也可以多多利用券商的试算 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了 那么刚幸福所讲到 被动元件的族群 在今天呢 是开高上攻 那当然呢 今天被动元件可能又成为盘面上热门的当冲标的 因为到了接近五盘时间 国聚啊 和和声堂啊 都稍微有点出现了震荡的情况 那也要留意呢 今天上半场呢 有一些个股 日K线可能会流上影线 日K线可能流上影线 包含了台半翻黑 另外中光店 佳泽良维 真顶KY 迅星KY 京瑞 泰勇 和声堂 麒麗星 台光店 华星科 日K线可能会流上影线 那当时五盘有一些资金呢 在寻找新的出路 包含了1314的中石化 刚持续有买单点火 其他在11点半过后 有买单敲进的标的 还有明基材 佳金 稳茂 环球金 康控KY 微星 中美金 鸿海联电 JSKY 统一跟日月光 投控 另外在路股的部分呢 今天五盘的收盘动态 但来做扫描了 上阵指数呢 今天是持续的向上攻击 五盘是上涨0.7% 10人成分参考指数呢 则是连续两天强于上阵指数 五盘呢是上涨1.3% 互生两次 在上午盘都是收在开盘来 相对高的位置 今天路股的部分 怎么掌握跟解读 我们稍后再请教专家 整个组织 爹 首先 看公司 不 memor